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动不动就说爱我 A面第一首歌 芝麻龙眼所演唱的 动不动就说爱我 芝麻龙眼可以说是 校园民歌最后一组 女子二重唱组合 成员就是芝麻陈爱玲 还有这个龙眼林玉如 他们两个人 本来是协和工商美工科的同班同学 后来因为参加民谣社而熟识 毕业之后 他们就在这个笛门 还有牧传 民歌西餐厅助唱 两个人在1984年参加 中式的六灯奖民歌项目 经过18次未免成功 那两个人在电视上的杰出表现 就被乡城唱片宣传部的经理 夏春勇看中 于是就游说这两个人签约 但是这合约是说 两个人是领的 就是固定唱首 就是卖断字 没有版税是可以抽的 那至于这个团体名称 就是来自于这个夏春勇 信乐这两个人的眼睛大小有强烈的对比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讲到这个陈爱玲 眼睛比较小 那这个林玉如 眼睛比较大 所以就这个团名就叫做芝麻龙眼 那1988年1月 芝麻龙眼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动不动就说爱我 出片第一个月就卖了30万张 那这首歌也成为校园名歌后期的代表作 但是当时还在协和工商读书的时候 其实陈爱玲 跟这个林玉如个性并不是很相合的 因为怎么讲呢 因为当时林玉如 他是跟另外一个主音比较熟 那陈爱玲又跟另外一个和音比较熟 当时他们是一个四人团体 那他们两个人是在后来毕业之后 在餐厅搭档驻唱之后才慢慢的熟悉的 那在明歌餐厅驻唱的时候 这个林玉如他就是猜拳输掉了 那怎么办呢 他只好被迫他就去学吉他 他没有学过吉他 他只好去学吉他 那这个已经有钢琴基础的陈爱玲 就是说那他就直接 他就是用键盘 他就负责键盘 所以后来他们被负责安排 这个餐厅节目秀的 就是乡城唱片总经理夏春勇 看中了 就把他们游说他们两个来签约 那本来在餐厅唱歌的时候 这个时候都是林玉如是唱主音 陈爱玲是唱和音 但是乡城唱片因为觉得讲说 好像看起来这个陈爱玲 在镜头前面比较上向 简单讲就是比较好看一点 那可所以呢 他们就把这两个人对掉 对掉了 变成讲说由陈爱玲来主唱 林玉如来合音 那我们知道就是 而且这个是单独先约陈爱玲来谈这件事情 我在想其实林玉如的心理一定不好受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这就是演艺圈的生态 大家只想要画面的好看 没有人想要去追求生意的完美 那至于芝麻龙眼 这样的团名 这本来只是戏腻两个人的眼睛大小的差异 但是这样的团名比较像是那种谐心的组合 对不对 就是搞笑的啦 林玉如跟陈爱玲两个当时都很年轻嘛 那个这个时候才24岁而已 当然对这个事情是很排斥 那那个年代 台湾流行音乐走的是日本偶像系列的这样的风潮 你如果是一个女子组合 一定要是什么城市少女 红唇竹 中国娃娃 飞英三叔 对不对 你看那个团名你就知道 他们就是要强调自己的美貌 但如果你用芝麻龙眼这样一个戏腻的团名 这不可能长久的 但是因为芝麻龙眼第一张这个专辑 一出来第一个月就已经卖了30万张 所以到了11月 他们就再推出第二张重新爱一次 销售还是不错 于是再接再厉 过了两个月又出了这个第三张专辑 叫做明歌往事 其中还收录了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曲 想你 那应该这样讲 假如不是造化弄人 芝麻跟龙眼被迫拆散 没有那场死亡车祸的话 我不知道这两个人还会红多久 可是爆红之后的这两个小女生 不但对这个团名有意见 对于夏春勇主导的这个蓝白 这个打歌服 也都很有意见 就这个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蓝色跟白色这样的打歌服 那这个很像当时我们台北市东区 有一家双胜餐厅的那个桌布 就那个桌上铺的布 就跟这个衣服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唱片公司完全不考虑当事人的想法 就完全只凭他们自己的想法 想说要去怎么样搭配 这样一个女子的组合 我觉得就讲说 不管他们两个人之间感情有多好 这样的组合都很难长期的维持下去 所以发生了这场车祸之后 这个让民歌从此成为往事 真的就是民歌往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